在自然界里面有一种特别神奇的菌 大家都经常叫它为素中之分 它不是一般的蘑菇 它和松茸、恰松露齐名 是世界上非常珍贵的食用菌之一 它生得很特别 它菌上密密麻麻、欧托不平的宙节 它看起来就像羊肚一样 所以大家就刚确叫它羊肚菌 大家好,我是自己新 这期影片我们来讲讲羊肚菌 羊肚菌按照它的纸实体颜色分成三大类 黑羊肚菌、黄羊肚菌 还有一种叫变红羊肚菌 这就是根据它的外观颜色来分 从真菌分类学的角度来看 因为羊肚菌这个熟 目前已经确认有三十多个不同种类 它的分布也很讲 几乎全球都有 在法国、德国、美国、印度 还有我们中国 都是只要的分布区域 野生羊肚菌虽然珍贵 但它的产量受到很多自然因素的限制 避现这个季节的变化、气候的波动 导致这个市场需求 一直很难靠野生采集来满足 其实早在1883年 国外就开始尝试我们人工栽培羊肚菌 但问题就是这种近对生态环境和气候的要求特别高 几乎可以说是挑剔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 人工在野外栽培的技术才算有基本特务 到了1982年 美国的奥尔博士成功实现了羊肚菌 在室内进行前年的商品化栽培 这就是一个大的振展 不过好景不长 美国在栽培过程中 一直都没有做到解决一个关键问题 细菌污染 这个问题就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 最后在2008年 美国就前面停止了羊肚菌的商业法总结 我觉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 开始探讨羊肚菌的人工栽培 不过在2012年之前 大多数以仿心栽培为主 而且很多项目都没有持续推进和推广 剪折叠现在2012年前后 随着大田生态栽培模式的逐步承认 羊肚菌的种植技术终于进入一个新阶段 开始规认化、示范和推广 从那时候开始 相关据实不断缓线 灾培的区域慢慢抗战到我国国地 目前我国主要羊肚菌的灾培产区 在四川、重庆、云南这些地方 这些地区不单止是最早实现规模化种植 都一直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 有些朋友问 这些羊肚菌有什么营养呢? 人工栽培和野生的营养差距有多少呢? 首先羊肚菌不单止是味道鲜美、口感脆嫩 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用菌 含有丰富的淡水化物、脂肪、淡物质、维他命、抗物质和水分 对增强免疫力和促进生存代謝有一定帮助 不过不同菌种、不同品种、生长环境 还有后期管理方式都会影响羊肚菌的营养成分 所以各种研究给出来的数据不单一样 我们来看一看总体的情况 根据目前的资料 羊肚菌、子实体中、蛋白质的平均含量大概是29.75% 脂肪含量平均是2.51% 在不同产地和品种之中 碳水含量大约是6.08%至35.9%之间 脂肪是0.5%至5.84%之间 蛋白质是15.7%至36.2%之间 钢物质是7.1%至13.1% 水分是4.56%至13.4%之间 有意思的是 我们人工栽培的羊肚菌 在碳水和脂肪这两行的平均含量上 略高于野生 人工的碳水是30.95% 脂肪是2.88% 而野生的分别是20.81%和1.85% 不过在矿物质含量方面 人工栽培的就稍微低了一点 总体来说 人工栽培和野生的羊肚菌 在营养上差别不大 所以人工栽培的都完全可以代替野生的 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说到碳水 它里面有单糖、桑糖和多糖 其中多糖是特别重要的 它是羊肚菌 具有各种生物活性作用的基础 比如抗氧化、抗肿瘤、提升免疫力等 再来看这个蛋白质 作为羊肚菌最重要的营养成分之一 虽然在不同地区和品种可能会有诧异 不过研究发现 羊肚菌是我们人类饮食中 非常优质的蛋白质来言 比如有研究 通过超声波提取的方法 对某一个品种羊肚菌 进行蛋白质分类提取 发现青蛋白比例最高 占了54.1% 其次是谷蛋白占了11.34% 还有球蛋白和醇溶蛋白 分别占了9.24%和5.13% 说到羊肚菌的鲜美味道 其实是与它的氧基酸有很大关系 特别是它的谷氧酸和天洞氧酸的含量 在羊肚菌中是非常高的 这可能是它好吃的原因之一 羊肚菌中的抗物质含量也很丰富 而且含有多种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不过大家在吃的时候又指一个问题 就是它是不是有负质重金属 好消息的是 目前研究普遍显示 羊肚菌中的重金属含量 都是在安全范围内 特别是我们人工种植会更加安全 在维他命方面虽然研究不多 但也有数据表明羊肚菌 富含维他命B1、B2、烟酸和烟酸胺 另外羊肚菌中的腺食纤维也很丰富 其是一种多糖类的混合物 它不会给我们人体吸收 但又对长度健康有好处 有研究从梯菱羊肚菌中提取可溶性腺食纤维 特别平均为15.3% 而且它是250度以下 表现比较好的而稳定性 又说明其都适合食物加工 另外研究还发现 无论是种植或野生的梯菱羊肚菌 菌并中腺食纤维的含量都差不多 大概是15%左右 不过在多酚含量上的差别很大 人工栽培100克大概是272毫克 野生的梯菱羊肚菌100克高达513毫克 还有一项研究是以黑物羊肚菌为对象 它提出而且鉴定其中的多分类物质 一共发现15种油尼分 比如抹士子酸、绿原酸、仪茶素、劳丁等 还有14种结合分成分 这些物质都是与抗氧化保健相关的 最后谈谈羊肚菌的有机酸 即是虎柏酸、苹果酸、柠檬酸、赋马酸等 它们的浓度是每100克羊肚菌分别含有 大约虎柏酸30毫克、赋马酸7毫克、 柠檬酸5毫克、苹果酸4毫克 正是这些有机酸 可能就是羊肚菌风味独特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朋友问 指医生 羊肚菌在医学上有什么功效呢? 目前研究发现 羊肚菌里面的多糖和免疫蛋白 只要是通过激活 像奇细細胞、T细胞、B细胞 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MK细胞 来发挥作用 它们可以促进皮细胞增值 增加抗体的分泌 从而增强体液的免疫 提升整体的免疫功能 换句话来说 羊肚菌多糖 只是通过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来发挥免疫调节的效果 包括我们的免疫器官、免疫细胞 还有免疫分子三个层面 不过需要说的是 目前我们对企 如何精确刺激把细胞的分子机制 还不是很清楚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再来说说疲劳这一块 简单来说 抗疲劳就是通过某一种方法和成分 来减轻我们身体的疲劳感 提升耐力和抵抗力 不如在一项 红性大鼠的耐力训练实验中 研究人员每天被大鼠冠为羊肚菌粉 这样的温泉液 结果发现这样可以显示降低 大强度训练下大鼠血液中的 脂质个氧化物丙裕群的水平 同时提升了 好似个氧化氢煤、超氧化物、K化煤 还有骨菌、针泰、个氧化物、酶 这些抗氧化煤的活性 简单来说 可以延缓激烈运动 带来的自由肌、异常积累 从而减缓我们的运动性疲劳 说到自由肌 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身体大概有1%至3%的氧气 会变成自由肌 这是正常的生理过程和能量代謝有关 但如果这些自由肌过多 超过我们身体自身的修复能力 它会对我们细胞造成损伤 甚至会引起一些细胞凋亡或坏死 从而影响我们的健康 羊土菌中的多糖、分类及其他提取物 在体外实现中表现出不错的 清除自由肌的能力 就是说它有潜在作为天然的抗氧化剂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方向抗氧 炎症本身是身体对损伤的一种防疫反应 像活性氧和氧化应激 正是引起我们体内慢性炎症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羊土菌在抗氧方面的研究 都逐转受到关注 成为科研的一个新热点 这一期和大家讲羊土菌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